啊 轮圈卖不掉 救救孩子吧 拍一条片子说这个轮圈人小气 轮圈也小气 搞到自销了 所以我决定呢 就拍一条着着的玩车日志 跟大家正经的聊聊 跟轮圈相关的一些改装知识 顺便淡带货 帮我这个轮圈卖卖 而为了拍好这条视频呢 我就将我手头上所有闲置的轮圈 或者还没有装车轮圈 全都放在这里了 并且还邀请到了我们的贴膜店 后面那台非常漂亮的全新Supra 装了一套RACE的G025的 也放在这里 给我撑场面了 大家看到这个牌面 不值得你们先给一个一键三连 然后才开始看视频的正片嘛 对不对 赶紧一键三连走起来吧 好 首先呢 我们的原厂轮圈 基本上啊 只要是民用车的原厂轮圈 都会是比较重的 重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它的制造的效率 决定了它要用那种低压铸造 低压铸造呢 就是你有一个模具 然后将你的铝水关进去 关进去 它凝固了之后 就是整一个轮圈的形状了 第二个是因为越重的轮圈呢 它含铝合金的量越多 那么理论上 它的隔音指振的效果也会越好 那所以原厂轮圈都会很重 下一个原厂轮圈 哇 这种 大概是20几30斤的一个程度 也就是178公斤的都有 所以我们换轮圈呢 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追求轻软化 当然有一些朋友 换轮圈是为了好看的 但是好不好看的 这个很个人化 我今天就从性能的角度 跟大家来讲讲 为什么换轻量化的轮圈 会让车开起来更好开啊 首先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什么 黄上10公斤 黄下一公斤 但是这个比例关系呢 我不知道谁得出来 不够严谨 但是大概就这样了 你换轮圈 轻了两三公斤 其实对于你的体感的感知呢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因为你的轮圈 首先它是一个旋转的部件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旋转的部件 越轻 它转动的惯性就会越小 原地起步或者变速驾驶的时候呢 它的响应会越快 感觉油门呢 就会更加的轻角啊 顶多体感上面就多三匹马力 能不能感知得到 就见仁见智了 第二点就是 当你换了轮圈之后 它其实对于你的行尸品质 也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原因就是在于你的 黄下质量降低了 先科普一下 什么叫黄下质量 什么叫黄上质量 黄上质量并不是 以前封建社会那个黄上啊 而是弹簧往上的意思 你的悬架系统的弹簧 上部分承托柱的所有的重量 都叫黄上质量 包括你的车身 你的内饰发动机 这些都属于 弹簧承托柱的重量 那么黄下质量呢 就是相对应的 在弹簧以下的一些物品呢 包括你的底盘的悬架的部件啊 还有你的刹车碟啊 卡钳啊 车轮夹啊 轮胎 还有轮圈 这个都属于黄下质量的一个概念 那么黄下质量越小呢 对应路面的一个吸收振动的 主动性呢 就会更强 我们有一个更加专业的名词呢 响应频率 黄下质量越轻 你的峰值响应频率就越高 越高就意味着 它对路面的一些振动 它就会用一个更快的速度 主动的去适应它 那么这个适应的速度越快呢 就意味着你的底盘吸收振动 或者说对于路面的这个适应性呢 就越强啊 形式品质会变得好一些 另外一点 就是当你的黄下质量轻了之后呢 在受到冲击的时候 对车体的一个冲击能量呢 也会越小 那这里可以举一个生活化一点的例子啊 就是一个棒球跟一个乒乓球 用同样的速度砸下你 很明显 乒乓球砸到一点事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被棒球砸到了 分分钟会被砸晕 对于黄下质量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轮圈轻了 那么当你遇到一些井盖 或者一些路面的凸起的时候 你过去车轮会往上顶 会导致这个悬架压缩 那么车轮往上顶的内向呢 它也会对这个车体产生一个反作用力 所以如果你的黄下质量越轻 那么这个反作用力 同样的也会越小 那么对车体的冲击也会越小啊 那这个就是轻量化的轮圈 对于你的动力 对于行驶品质的一个正面的影响了 好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改装的轻量化轮圈 有那么大的优势了 那么我们怎么去挑选一个轮圈呢 那大家在买轮圈的时候 会碰到一些很常见的参数 比方说像我的这个T137KCR锻造轮圈 它的参数呢就有16乘6J 然后ET42 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来慢慢讲解啊 16乘以6J呢说的就是这个轮圈的直径 跟它的宽度 单位是英寸 也就是说它这个轮圈的直径是16英寸 然后从侧面看 它的宽度是6英寸 但是这个6英寸呢 不是算它的轮圈的外延跟内延的 而是去掉两条边之后 中间这个勾槽的宽度才是6J 而如果我们算上这个整个宽度的话呢 那么这个轮圈的宽度就达到了大概7J左右 但是我们算不是这么算的 是算在中间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6J宽度的轮圈 然后ET值呢就厉害了 ET多少意味着它就是在你的轮圈安装面 跟你轮圈中心线之间的一个偏距 它的单位是毫米 买轮圈的时候 直径就是你的轮胎是多少寸的轮胎 那你就买回多少寸的轮圈 没问题 然后J值是怎么跟轮胎的宽度匹配呢 我给大家一个中位数啊 就是8J的轮圈配225的轮胎就刚刚好 以此类推 7J配205 9J配245 然后就是大家这样子去按图索记 就能找到自己对应的轮胎宽度 最合适的是多少J的轮圈了 ET值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如果你的轮圈宽度是同样不变的话呢 那么ET值越小 理论上你的轮圈就会越外抛 但是事实上你在选轮圈的时候呢 没有那么简单的 这时候我来请出一个工具哈 哎 落栏车评人啊 好高筒啊 这样一个筒呢 其实是你去判断轮圈 哪一个安装上去会更加外抛 或者更加内凹的力气 你把它看成是两个圆柱体 然后它上面这个平面呢 其实就可以相当于 你这个轮圈安装面的一个平面了 所以我们将一个轮圈放上去 就等于是它装在了你的车轮上了 对不对 好 这边是一个轮圈 16乘以6J ET42 然后这边有另外一个轮圈 啊 哇 T137真是轻啊 只有5.1公斤 为什么有这么轻性能 这么好 这么漂亮的轮圈呢 这些煮小气 说什么小气 啊 回来 然后这边这个轮圈呢 是17乘以7.5J 然后44 ET 大家看到 这边的ET值比较小 这边ET值比较大 但是为什么这边的轮圈会更加的高宠 也就是说装在车上面会更加的外抛呢 原因就是在于这套轮圈 它的追值呢达到了7.5 整个轮圈呢会更加的肥 于是它装车的效果呢就会更加的外抛 那ET跟追值是怎么换算呢 比方说你的追值增加一个单位 比方说7到8 8到9追 那你的轮圈呢 相应的ET值就要加一个13 比方说你从7追轮圈升级到8追 那么原本你的轮圈ET值是35的话 那就要新轮圈要去到48 才能够保证它的平面是齐平的 但是你的ET值数值加大了之后 有一个风险呢 就是它会内侧更加的靠内 那么你就要考虑到你的内侧 比方说你的减震器或者你的内称板 会不会有干涉了 所以买轮圈最靠谱的方法 还是能够找到那套你想买的轮圈 然后装车试一下 这么说好像很抽象啊 确实可能很多时候 大家就没办法去想象 不过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很好用的小程序啊 在里面你就可以计算 新轮圈旧轮圈之间它的位置关系 就知道你换了新轮圈之后 会不会称一支板 会不会称里面的避震器了 这样的排面不值得大家 先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吗 我真的想找原装轮轮轮死你 什么事 都不停 我认识还是战利 ver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